大家好,我是育園 今天要來跟大家介紹一款新的遊戲 這款遊戲叫做 《 Chrono Magic 十之魔法》 我們就先從 介紹畫面 來順道跟大家介紹這款遊戲的內容 首先選單左邊 我們就從第一個開始講 因為它是卡牌戰鬥的遊戲 所以它第一個 就是買卡包的部分 就也差不多 對,就是 它一包大概四百塊金幣 那這個金幣的來源 目前是 一開始登入 解新手任務的時候會送 然後還有一些 就是解完指定的劇情關卡的時候也會送 那我目前 就是已經抽了 兩次 就是 10的Pack 就是20包 對,那之後的現金 之後的金幣可能就是要花錢 就是 花錢買吧 對啊 因為目前這遊戲還滿新的 所以還沒有什麼 每日任務或什麼的獲取管道 可能要等之後官方 有新的活動出來這樣子 那第二個的話 就是解鎖單一的卡片 這邊其實就有點像是 爐石 就是用粉末來換卡片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卡片 那 這個卡片呢 從左上方 綠色那個圖 就是它的 召喚 所需要的MP 那左下方 藍色的部分 就是它的攻擊力 那 右下方就是它的血量 那 右上方 那個 有一個標示L 就是它的稀有的 這張卡片的稀有程度 那L就是Legendary 就是 傳奇的卡片 對 那接下來依序就是 SR R卡 然後最後就是一般的C卡 這樣子 對 那這邊呢 就是可以用 你抽到的 就是 你解任務或是一些成就 他會送你一些 就是粉末的P 那他這邊的點數呢 有分 就是四個 那個叫什麼 撲克的那個符號 就是 黑桃啊 愛心啊 磚塊啊 梅花 那你 依序就是可以用這些點數來換 換這上面的卡片 對 那這邊要注意的一點就是說 你換的卡片他基本上呢 只能換R卡以上 C卡基本上是換不到的 所以你只能用抽卡的方式呢 來收集這些卡牌 好 那第三個呢 就是這個遊戲比較 不一樣的地方 他就要解鎖 Gifted 有點像是說解鎖 某個能力者吧 對 那他一樣是要用這些 就是 撲克的這個符號來換 的點數來換啊 有點像換角色 那每個角色呢 他其實 我們可以看到他 嗯 中間右邊一點 有一些齒輪 然後裡面就有一些愛心啊 一些符號 那這個就是 每個不同能力者 他所擁有不同的能力 那預設的話呢 因為 透過主線任務 他其實會送你 四個角色啦 所以你一開始預設就會有四個角色 那這裡的能力者 就是要額外再花點數去兌換 對 那我自己有兌換 已經兌換了兩個 就是下面的 HONOKA跟 KAME啦 反正一個就是 女巫 然後一個是女王 這樣 那因為他們能力都不一樣 對 然後再配合 就是因為 他裡面的這些能力呢 會再搭配剛剛的 卡片 他的不同的屬性啊 會有不同的這個配合 對 那我再回去看一下 剛剛那個卡片的部分 有個東西沒有講到 像這張卡片 他剛好左邊中間這邊就有一個黑桃嘛 然後再加上一個 有點像是龜殼的那個圖示 那這個就表示 這張卡片在戰鬥的時候 你打出來的時候呢 他就會代表 就是加一個黑桃的 類型 然後再加上一個這個像龜殼的 他其實是 就是坦的那個 會吸引挑釁的那個符號啦 對 那他就是 收集這些能力 你有幾張卡片在場上 那他 就能夠觸發能力者的那個 技能 就是只要符合 特殊的能力 就是 符合這幾種的話呢 你就可以使用 能力者的一些特殊的能力 對 我覺得這個部分可能要實際打了以後 大家一看就會比較清楚了 對 好 那第四個基本上就是分解卡片啦 那 因為目前卡片還沒有很多 一般可能抽卡比較多應該就用 自動分解應該就可以了 對 好 那再來我們來看選單的第二項 那第二項的選單的部分就是戰鬥啦 那第一個就是 故事模式嘛 那基本上呢 就是 除了教學模式之外 上面呢 就有四個角色 那 每個角色呢 他其實有八道關卡 那這個部分呢 我有另外錄一部就是 這四個角色的影片 那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去看這樣子 對 那 這四個角色你全通關之後呢 他的成就還會再送你四千的那個金幣 就是可以再讓你十抽這樣子 對 所以 會建議剛開始玩 然後 想要抽 的 朋友們呢 就是把四個角色先想辦法通關 那 一個角色通關大概要花五十分鐘左右吧 所以四隻全通可能要三四個小時這樣子 對 好 那第二個就是 Practice Battle 這就是跟AI 就跟電腦練習啦 他沒有任何的獎勵 純粹就比較像是你在四卡片用的 然後第三個是Rank Match 目前還沒有 官方還沒有那個開放 然後 第四個就是我們平常比較常在打的就是Free Match 就是你可以跟玩家自由對戰 那 打贏的時候呢 你會獲得一些點數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 像中間 上面那個啊 一個什麼 34BP 這個就是你打贏一場 他會給你五點 你輸的話呢 會給你一點 那這個點數 我還不知道他主要的用途 是要做什麼 應該是跟解成就啦 解任務 應該是跟成就比較有關係啦 就是 你可能 我是聽到說有人打到200以後 他Rank會升一級 就變二級 可是這個等級的部分應該跟 能力沒有什麼關係 因為是卡牌遊戲嘛 對啊 他應該是沒有什麼卡牌升級的成分在裡面 我到目前沒有看到 對 那最後一項呢 就是 朋友之間的對戰嘛 那朋友之間對戰 你就是可以開大廳 然後 讓朋友進來 然後互相切磋這樣子 對 好 那來到第三個 夜籤呢 就是My Page 那第一個部分就是 就是訊息通知啦 對啊 一些公告啊 然後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禮物盒 在一開始的時候 官方呢 就會送你一些禮物啊 錢啊 或是 這些 就是撲克符號的點數 然後 有一些會送你Standard Pack 就是 目前的卡牌 目前的 對啊 目前的卡牌 就是5抽吧 我印象 然後第三項 就是你的成就的部分 這個基本上就是 他還沒有所謂的美日任務啦 他現在這裡 最一開始啊 就是 可能讓你 連接你的帳號啦 然後 通關 就是那四個角色 都打到第八關啊 那過程中 你每過一關 他還是會給你一些獎勵這樣子 然後接下來就是打 就是跟玩家對戰啊 打贏多少對手啦 然後接下來就是 你使用每個角色 贏到50點BP這樣子 然後他就會再送你一個卡包 好 那接下來就是編輯卡牌的部分 那 首先編輯卡牌 第一個 你一定要先選你的角色嘛 你可以這邊 中間點下去 就是讓你選你現在有的角色有哪些 然後呢 第二個就是左邊 就是剛剛那些齒輪的部分 對 那這個齒輪呢 基本上 就是讓你去選 每個角色他自己的能力 像這個 第一個小齒輪 他上面會有一個符號嘛 磚塊 或者是 人情 或者是 這是精靈的符號 那基本上就是你可以選 他每個技能下面的點數呢 下面的這個 能力呢也不一樣 那就是你打一張牌 那如果那一張角色的牌呢 他的屬性是屬於精靈的部分的話 喔 那你就可以使用這個能力者的這個 第一個能力 就是 回一點血這樣子 那第二個能力就是他 你需要符合更多的條件 才能使用能力者的能力 那第三個就更多這樣子 那基本上呢 就是看你現在手上有哪些牌 然後你去挑選你適合的能力者 對 那他遊戲的配合大概就是這樣 那第三個接下來 就是卡片的部分 對啊 看到卡片就覺得蠻開心的 對 因為我蠻喜歡卡片 蠻喜歡收集卡牌的 對 那這個卡牌的部分呢 基本上他是收集20張 就是你最多就只能放20張啦 最少也只能放20張 就是固定的 對 然後他的卡片部分基本上 基本上就分兩種 一種就是 Creature就是生物型 那第二個呢 就是魔法牌 對 對 就是這樣 那他的牌序 我是覺得目前做的還蠻 就是 沒有到那麼精細啦 對 就是基本的搜尋跟牌序 有這樣子 可是如果你要針對 特定的卡牌名稱啊 或是你現有的卡片 要去顯示的話呢 他可能沒有那麼的 那麼多功能 對 好 然後接下來呢 喔 介紹一下右邊這個 就是一個2啊 36的這個數字 代表什麼意思 那基本上這個卡牌 這個 這個數字呢 首先是上面那個盾牌的2 就是這個 這個能力者呢 在被卡牌攻擊的時候呢 他會 預設防禦2點的傷害 那左邊這個呢 他3 4不停的變動 是什麼意思 就是 他現在這裡 一開始是3 就代表說他初始呢 會有3點能力 然後接下來是寫 Charge 4 就是說他每回合可以回4點的MP 所以他就是一開始 有3點MP 然後每回合會回覆4點回覆4點 那這個就是讓你出牌的 就是有多少點數就是可以打多少牌 這樣子 那右邊紅色就是他這個能力者的血量 16滴血 那他當他歸臉的時候 基本上就是你輸了 就這樣 好 然後這裡的卡牌 基本上你可以 我感覺上是他可以一直組啦 不會有什麼特別的限制 對 然後接下來就是卡牌的Library 那目前基本上他只有出第一版嘛 第一尺就是標準的卡牌 對 所以目前卡牌好像200張左右 就看官方日後再新增卡池這樣子 對 然後我是覺得 如果看得懂日文的朋友啊 我覺得可以把它介面調成 就是日文的畫面 因為我覺得用日文看感覺 比較有感覺啦 英文看 看起來好像就好像少了點什麼 對 我覺得用日文玩起來蠻有FU的 對 可是我為了要熟悉他的內容 所以我還是先從英文開始看 那接下來的畫面呢 就稍微帶過就好 因為像這個就是 朋友的列表嘛 然後就是邀請好友 然後其他的部分就是新聞啊 一些 就是你可以跟你的帳號要綁定啦 一些等等的 那右下方這裡有一個齒輪在轉動 這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喔 因為 這個東西就是讓你每天呢 可以去掃QR Code 然後他會送你 兩小 送你兩張卡片 那他是每24小時就可以用一次 那因為我已經用過了 所以我目前就 還不能用這樣子 對 那我們現在就來 展示一場遊戲好了 那我先去打 嗯 跟電腦打一場看看好了 對 好 那這個就是 嗯 我們進入戰鬥的畫面 那我就順便來展示一下 好 這邊就是一開始 你可能可以選 就是你要交換的 卡牌 就是你不要的 嗯 覺得都可以留了 然後固定一開始就是四張 然後每回合就會新增一張 卡片這樣子 那我們可以看到左邊 就是那三個齒輪呢 其實就是你的 這個能力者的能力 那我介紹一下 像我的第一個 最簡單的能力就是 他只要符合 就是一個人 人類的屬性卡片 那他就可以釋放 就是第一個技能 就是幫我的友軍呢 上一個盾牌 那我的第二個技能 就是抽一張牌 只要你的場上的角色 有梅花跟磚塊的這個 屬性的卡片在上面的話 你就可以使用這個技能 那前面這兩個 這個能力者的技能呢 基本上都是不需要花點數的 那我的第三個技能呢 就是要花三點 的這個MP 對 那他是可以召喚 敵方所有的角色 然後呢 並造成 所有敵方兩點的傷害 對 好 那我們就開始戰鬥了 我先帶 一張牌 那剛蓋牌的時候呢 角色呢 是不能進行攻擊的 他要等到下一回合 翻牌的時候 才可以開始攻擊 那我們看一下這張卡片的能力 那他在 他在攻擊的部分呢 是沒有特殊能力 那他下面自己有一個額外的能力 就是他可以挑釁對手啦 就是 敵方的怪物卡 就只能打這張卡片 那我記得 對方的魔法卡 還是可以直接攻擊到 我們的這個 能力者的 或是其他的卡牌 好像不受這個挑釁的限制 好 我們就換對方了 然後 在打這個AI的練習的時候 好像是 對方的卡組會跟我們一模一樣 所以 我會覺得有點蠻難打的 不是很好打 那像你看 我的第一個齒輪的 這個能力者的技能呢 就 因為解鎖了嘛 因為我這裡的 這張卡片的屬性就是一個人 所以我就可以使用我的第一個能力 就是上一個護盾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卡片 他的右邊那裡有一個 閃黃跟那個像驚嘆號的 的部分呢 他就會顯示 你的角色的特殊能力 就是第一個有挑釁 然後第二個就是幫你上一個盾 那他能夠阻擋就是 傷害1或是2的這個點數 那如果敵方的攻擊超過3點或是以上的話 就會破壞這個護盾 對 那至於其他的一些特殊能力呢 你都可以點開這個卡片來看這樣子 好 好 那然後 接下來我找一個有梅花的 因為我要開啟接下來的角色的第二個技能 買不上這個 好 那我這隻就進行攻擊 好 看對方 對方召喚的牌應該是我自己卡池裡面的 就是長得很像 那他就是加2點生命加2點生命 然後你看他又炸我 所以他把我的護盾打掉 再把我5滴我這隻就像是怪了 然後他還幫他自己上護盾 然後他還幫他自己上護盾 所以 當我的原本那張卡片 掛掉了之後呢 我的技能的這個角色的 這個屬性呢 也就會跟著消失 所以我就要再重新 上其他有相同屬性的怪 我才能夠再開啟就是我能力者的技能 那現在 那現在 我要不要學他 把他笨打掉 然後再放我攻擊 增加我卡牌的攻擊 然後再放我攻擊 增加我卡牌的攻擊 然後再放掉 他學我我就學他 回兩滴血 回兩滴血 這邊我們可以看到 因為他血的最大上限是16 他剛15滴血 所以就算回兩滴 他實際上也只有回一滴血而已 然後我想要開啟第二個技能 我就要找方塊 哇結果方塊上不去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我攻擊力是5 可是剛剛打他只有3滴血 就是因為 對方的 那個能力者呢 他有兩 兩點的盾 然後你看像這個 剛剛這個角色打我 損3滴嗎 可是因為我有上盾 所以實際上我損的血呢 就沒有損血 他其實把我的盾打掉 所以其實還蠻厲害的 然後 各位可以看到 我現在要攻擊他的角色 那可是 我攻擊角色 基本上就是我的傷害 去打對方的生命 那對方並不會反擊我 所以這個遊戲 不像爐石那樣子 就是會 互相傷害 他不會齁 好 好 那 我等一下好了 因為我想要留 放接下來的隊 那整體來說 他的流暢度我覺得還不錯啦 那只是真的在跟 就是 玩家對戰的時候 因為 對方也會思考 沒有會思考 所以相對來說 速度上會慢了一點 對 快的話可能5分鐘一場 那慢的話可能 11分鐘一場都可以 雖然他現在只能 就是雖然這個棋盤 就只能放三隻角色這樣 好 我先 上個護盾 然後 抽一張 跑 我現在有8點能力 保險點 我先都上角色 再打對 好 這樣我看能不能一次就觸發 就是 這個能力者的第三個技能 這樣子 好 他現在就放了 所以他沒有把我角色弄掉 我反而怕我三個角色都翻開之後 他再放魔法卡 所以你可以看到 當我在蓋牌的時候 他的魔法卡 其實沒辦法對我的怪 進行傷害 然後 好 我們就釋放一下第三個技能 就是因為 我的 場上的怪獸的屬性都符合 所以我就可以使用能力者的第三個技能 就是 召喚所有的 敵方所有怪 然後造成兩點傷害 那因為對方場上沒有附帶的卡片 所以就 不會有 進行召喚這個動作 那就直接進行兩點傷害這樣子 好 那 我就把一個怪獸 對 等下 對 打不死他 所以好我就先把怪獸掉 對方剩3B血了 如果沒有意外 下一回合應該就可以解決他了 所以這個遊戲 對 我有一個東西沒有講到 就是 假如說你的怪物的能力夠的話 你現在想要再上另外一張 怪物卡的話呢 生物牌的話呢 你是可以直接覆蓋在場上的某一個角色 那那個角色就會被犧牲掉 那你原本的這個要上的這個生物呢 他會問你說要不要額外花一點的MP升級 那就可以額外加 我記得好像有些會加兩點生命 然後再加一點攻擊 這樣子 對 好 好 我們把他幹掉了 OK 好 所以呢 我們的這個 對戰的展示呢 就到這邊 那如果之後呢 大家 呃 對這款遊戲 就是覺得不錯的話呢 也可以下載來看看 那今天就到這裡 那我是育元 如果你喜歡我的頻道的話呢 歡迎 按讚按訂閱 謝謝大家 掰掰